和曲黎明老师聊到的这个话题 就是中国的文化和这个地方 东南西北都被围着 有很大的关联性 对 这个有很大关联性 所以在中国文化本身 它自身 就是它第一 它被围 第二 它自身怎么去发展它的文化呢 第一 它有一个长城文化 自动隔绝 就说的 你也别招我 我也别招你 咱们就盖起长城 就是一直围下去了 本身它自己还封闭 还隔绝 还有它自身还有一个什么 运河文化 南北贯通 所以中国文化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像 就是说 你像孔子可以代表北方文化的一个特点 然后像老子就可以代表南方文化的一个特点 但是它这个南北文化 它之间还是贯通的 所以第二个特点就是中国文化的 就是它跟这个文化所产生的人都有关 也就是中国古代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团体 世界层 春秋战国时期 世人从单纯的武士分化成武士 文士和低级官吏三大部分 并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 这个阶层介乎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 成为二者交流转换的中间地带 世界层相对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 是他们创造性思维的前提和社会条件 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的创造把中华文明推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他们有理于就是土地文明之外 但是呢他们就看得很前沿 就是中国的土地上的被拘束在土地上的人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安于现状 而知识分子中国这个视阶层是游走阶层 他不安于现状 他随时可以发现那些关节 就是关联点 所以他们可以创造一些 比如说这就是将来咱们要讲的国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 就是如果说中国国学最后就是由国家机器来规定了以后 那么就是他把它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其实就是中国把中国国学以亲定的方式 皇帝来定的方式来告诉你什么叫四库全书 那么他里面他四库嘛 经 经库 史库 然后子库和极库 像知识分子这一部分呢 他们应该是最后他们的很多的学说 很多的学问都是归结在子部 那么后来还有一些文就有的人专门去好文学了 就是走的是极部的这个概念 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挺奇特的 所以中国这个市这个阶层 市这个阶层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 现在咱们谈到国学的时候 他们是有重大的贡献 所以他们一直以来是一个很独立的阶层 对 非常独立 所以当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依附于某一个阶层的时候 他有阶级性 他就有阶级性就完蛋 对 他有阶级性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挺能表现我们中国的文化特点的 就是我刚才跟你聊天的时候 我们中国文化其实最具特色 它有两套系统 一套就是政治文化 是国家系统 国家系统 一套就是养生文化 所以你这个国学堂刚开始的说 老讲国一也没什么错 说句实在话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这就是什么呢 中国古代一句话 达则奸善天下 穷则什么样 独善其身 就说的 其实是他这个世界层的两个层面 如果他达的时候 就是他特别的 试图特畅通的时候 给机会的时候 他就奔国家 就是奔政治文化去了 他在政治文化上一定会有所作为 如果一旦呢 就是穷 穷不是没钱的意思 穷是走这个 这条路走不通了 穷途末路 穷途末路 这条路走不通了以后 怎么办呢 好 回来 养生 这个很好 把自己弄高兴点 把自己弄得好好的 舒服 舒服 舒服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世界层 对我们整个国学的一个贡献 以及他在这里边的独特性 可能很多中国人 但凡读了点书之后 都有这样的一种 类似的这种情怀 是吧 给你机会 给你机会 跟群众讲一讲 拍拍领导马屁 对 然后往上爬 领导一打 又不是那种很刚强的那种人 非常特别 柔 一打就 捏了回来之后 就找个地方 躲着去做隐私 而且我发现 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中国的隐私 很多人都是隐在郊区 他们不会隐到太远的地方 就随时领导干部一说 出来 就出来了 其实你刚才说 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中国古代文化 还有一个团队 就这个世界层里边 有一个最高深的一个团队 隐私团队 对 太厉害了 中国文化里面的 这个隐私团队 从 你 你现在对中医 很了解 不敢说 但中医里边的 略懂 略懂 那个中医里边有一个 就是你知道最早的方子 是谁出的吗 义饮 对 大隐私 义饮 他作为那个就是 商汤的大厨师 所以这是隐私团队的老大 那么就是说的 而且他通过什么呢 就是像开方子一样 就是通过做饭 来告诉你怎么治理国家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中国呢 知识分子 有些时候感觉到说很迂腐 但是又有一种知识分子 你又觉得这种人极聪明 像诸葛亮这种人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你认为他们这种人 是真的在历史上存在吗 存在 像我刚才所说的姨尹 就是刘伯温 诸葛亮 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 其实他们都是什么 就是可以说国学 所以这就涉及到 学国学到底学什么 学传统文化 其实在学什么 在学直透事物本质的能力而已 就是现在大家兴起国学热 这个我已经注意很久了 就中国现在开始兴起国学 很多的老总都在那学国学 国学班风起云涌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他们里边讲的内容 我有时候 我觉得蛮好笑的 比如说他会讲 曾国藩 就是会讲到很多人 甚至会讲到毛泽东 或者就是他会讲很多的内涵 孔子老子 当然都要讲 但是他里边都好像当做一个术在讲 就告诉你怎么去玩这个政治 怎么去玩这个 下属 对 就说的 他怎么 他把管理 就是其实他们在学国学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教的大家的是如何 就是有点像如何奸诈一样 其实这是错的 归根到底 第一要教大家什么呢 就是教大家直透事物本质的能力 就是说一下就能看透这件事 关键点在哪 就像判断疾病一样 就是说到底 其实这里边判断疾病 同样十个大夫再给一个人看病 一定有高手低手之分 而所谓的高手就一定是 他把国学学到最到位 就是说他一下就知道这个事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而有的人找了半天都找的是那些最没用的 我见到大部分的老师都说 本质就是阴阳失调 这话也没错 你知道也直达本质 对对 但是这个阴阳失调到底是阴和阳到底哪个为正为邪的问题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说清楚阴阳走的阴阳这一步的人确实已经很高了 但是对如何那个走的就是你说的最正确的那种还是要看还是要看这第一点 所以咱们最后总结一下就说的不仅你要学里边的计谋 就是最关键是要学国学的浑厚 这边看是阴阳的那种阴阳